浩瀚太空中国之重器也有新进展 接着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 今天10点39分 我国在东风着陆场成功回收 首科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 实践19号卫星 上面搭载的植物及微生物育种载荷 自主可控和新技术验证试验载荷 空间科学实验载荷 社会工艺和文化创意载荷等回收类载荷 已经全部顺利回收 实践19号卫星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 重要新技术试验卫星 于9月27号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通过飞行试验突破了可重复使用 无损回收 高危重力保障等关键技术 验证了新一代高性能 可重复使用返回式空间试验平台 各项技术指标 达到了各项预期试验效果